大家好,我是阿维,今天我们就来聊聊,为何上弦说出无惨的名字却没事 鬼舞时无惨虽然存活千年,但胆子却依然很小 尤其是经历过400年前,被骑士见识的调打阶段后,无惨一心加重了 在创造鬼时,无惨会在血液中施加一种诅咒 这种诅咒可以帮助无惨隐藏身份,任何鬼都不能说出无惨的名字 否则会被诅咒吞噬而死 从这点就能看出炭治郎在打败着鬼后,威胁着鬼说出鬼门鬼舞时无惨的名字 狡鬼却表现出万分的恐惧,宁愿被炭治郎杀死,也不敢把无惨的名字说出 炭治郎和朱氏相遇后,遭到无惨的两名手下追杀 其中一名玩醋狙的鬼中了朱氏的血鬼术,说出无惨名字的那一刻注定死亡 诅咒发动的条件是哈,无惨的名字,为何上弦没事 在上弦会议中,彭魔想要跟着半天狗和玉湖,前往断刀村执行任务 但被一窝座背后偷袭,一窝座说出了无惨的名字,并没有出发促咒 断刀村边时,半天狗看到了炭治郎燃烧的鹤刀,表明炭治郎的姿态,毁当年原意差不多 差点将无惨的脖子砍掉的最强知人气鬼原因 诅咒并正在半天狗身上发动,这说明了什么 所谓诅咒,只不过是无惨能免成破坏鬼的细胞而已 细胞存在记忆,当鬼说出无惨名字后,无惨的本体能得到回应 因此,是否发动诅咒,全凭无惨本体做出判断 上弦是鬼王无惨的最强战力,即便是提到无惨的名字 被轻易的抹杀上弦,至于错举鬼被捧场杀死 明显是无惨对错举鬼失去了信心 这种棋子的作用连下弦都比不了,为了避免泄露更多的消息 无惨对其发动了诅咒,因此,上弦是可以喊无惨名字的 除了上弦外,下之五的雷也可以 大家有没有觉得,鬼王无惨对类最美好 下期我们就来聊聊,为何雷会备受无惨宠爱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赞关注我,谢谢大家